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曹操传 今天咱们讲第29回安仲之战 今天给大家讲个小战役 这是曹操和张秀的第二次交战 安仲之战 这一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三国演义当中就没有提到 这一战其实不怎么重要 但是这一战非常的有趣 而且它有一个重要的后续的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以后看懂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一战 其实后来的关渡之战 曹操取得大胜 那是曹操所有军事思想的集大成 但是在这以前 这些军事思想曹操都有应用 安仲之战就是这个时期 曹操的一个典型的战力 曹操占据宛城以后 张秀逃往壤城 壤城就是今天的河南邓州 咱们这个习大大的族籍就是河南邓州人 这里是习大大的族籍 安仲在邓州和宛城之间 地理上这几个地儿是这样的 大体上是这样的 从曹操现在控制的宛城到刘表控制的襄阳 有两条路 一条比较艰险 就是走安仲 然后走邓州 然后到襄阳 这是一条路 这条路比较艰险 这个路上都是山 另一条路比较平坦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走新野县 从宛城走新野县到襄阳 张秀现在就在邓州 实际上你看 这就是给刘表开门了 建安二年 曹操和袁树在激战的时候 张秀就经常的去骚扰宛城 在宛城周围骚扰 甚至夺取了宛城周围的一些地方 等到建安三年的春天 曹操击败了袁树 返回许昌 立刻曹操就进攻宛城 然后就进军宛城 那时候宛城还在曹操控制之下 一直都在曹操控制之下 就以宛城为基地 进一步进攻邓州的张秀 曹操这些年确实很忙 一会儿东边一会儿西边来回跑 张秀是没地方去的 所以曹操在邓州包围了张秀 张秀这就向刘表求援 刘表发兵支援张秀 于是爆发了这场规模不大 但是影响很大的战役 这就是历史上的安重之战 这一战呢 曹操亲率大军留下巡域 守许昌 后来史书当中对这一战役的一些记载 几乎都是来自于曹操和这个巡域的通信 他们中间通过几封信 这几封信就反映出了这一战 战役开始很顺利 但是随后这场战役就意外不断 你看曹操是枭雄 其实曹操的强项是什么 随机应变 这一战就是看曹操的应变能力 在一开始咱们说了曹操打得很顺利 在邓州包围了张秀 刘表会来增援张秀 这肯定在曹操的预料之中 可是曹操肯定没想到 刘表不是从襄阳直接来增援邓州 刘表是绕路新野 走新野线来支援张秀 这两股岔道 这是怎么增援呢 让人惊奇的就在这 刘表不是直接支援张秀 而是绕路新野 然后呢 然后从宛城的南部 绕过宛城 绕到了曹操的身后 占据安重 你看到吧 一下子就切断了曹操的退路 形成了张秀在邓州 刘表在安重 前后夹击曹操的局面 曹操这就算是陷入险境了 关键是粮草断绝 所以曹操不得不撤退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三国志当中记住了曹操和巡域的 几次通信 其中一封就是巡域替曹操心 曹操的回答很淡定 曹操说 我现在确实很困难 撤退不顺利 为什么 因为张秀追上来了 张秀不断的骚扰我 我不得不一边走 一边和他交战 有的时候 现在每天只能走两三里 曹操现在其实这种战法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交兵 引诱张秀跟随 另一个曹操财迷啊 这点手里现在剩的这点粮食 得来不易 曹操舍不得扔 曹操走得这么慢 也是因为地形险峻 同时呢 他又不肯丢掉这些粮食 这个阶段呢 曹操过得真的不富裕 巡域听说以后 肯定就更加着急了 曹操现在的行军方向 是撤向安重 刘表的军队现在已经在安重 平显聚首 曹操肯定是不能轻易通过 现在张秀又咬在曹操身后 这要是被被挤压到安重 别说曹操战败 就算是曹操战胜 恐怕也得伤筋动骨 问题是现在曹操的局面 是强敌魂四 曹操不但输不起 现在赢不起 就算赢了 损失太大 曹操将来也守不住许昌 曹操的处境 大家记住 现在曹操的处境 就是输不起 更赢不起 面对巡域的交集 曹操在信里就跟巡域说 亲别着急 等着瞧 我在安重 你看着将大破敌军 巡域当时肯定是不会信的 怎么你就能在安重大破敌军 三国志当中说 眼看着曹操一步一步走向安重 刘表和张秀 是非常高兴 认为曹操是来送死的 安重 地形 易守难攻 而且张秀现在和曹操连续激战 曹操现在屡战屡半 张秀士气正望 曹操现在是在这样一个军心涣散的时候 被围困在安重城下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意外 曹操的军队到达安重之后 你猜怎么着 突然消失了 咱们这不是封建迷信啊 不是 三国志当中说了 曹操怎么突然消失呢 曹操是连夜挖地道穿过了安重 也有史书中说呢 曹操不是挖地道 实际上所谓的挖地道是曹操开山 绕过了刘表的防线 反正就是一句话 曹操所以信心满满 是事前就看好了安重这个地方的地形 并且预留了退路 大家听懂了吗 又是一年创业时啊 是吧 我估计节后肯定有很多人 又开始要踏上一段新的争承 掌柜算是创业馆 我的经验就是啊 创业啊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二错 吃一欠掌一智 你看曹操 曹操为什么成功 有人说曹操天生的奸诈 我跟大家说 其实不是 安重之战的精彩的地方 就在于曹操在安重 预留了退路 曹操在这以前 曹操一生中 咱们 咱们前面讲的曹操 多次被人截断后路 你看徐州 站徐州 被吕布偷袭眼中 是吧 他偷袭定逃 就第一次偷袭定逃的时候 他被张淼截断退路 以前曹操尽吃这个亏了 但是这一回你看 曹操学乖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什么事呢 曹操事前没有预料到刘表会从晚城南边绕过来 否则曹操一定会安排人防守 曹操没料到刘表的这个行动 但是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 曹操已经习惯于关注退路 这叫什么 这叫畏思尽 先思退 曹操不是凭空这样的 是吃亏掌能的 曹操是个很聪明的人 聪明不是畏捕先知 也不是生而知之 而是不断的试错 不断的出错 不断的总结 人生啊 我跟你说 第一次错叫勇敢 第二次错就叫愚蠢 安重之战 掌柜提醒大家 此前眼周之战 第一次偷袭定逃 那个时候曹操的鲁莽和现在曹操的诊命 曹操是个不二错的 这不二错的这个二啊 是个是个虚数 不是说就不能错两次 不是 是不能反复错的意思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是吧 事不过三 都是这个意思 这刘表和张秀 现在就会诗 眼看着曹操跑了 张秀是一脸的不高兴 给刘表脸色看 然后带着骑兵就往下追 结果呢 结果中了曹操的埋伏 史书当中说 曹操的步兵挡住了张秀的骑兵 趁着张秀混乱 突然曹操的骑兵从身后包抄张秀 这一战张秀大败 损失惨重 作为一个军阀 张秀这一战 折了老本 刚才还给刘表脸色看的 刘表现在肯定等着张秀呢 啊 小同志啊 你你还是年轻吧 哎呀 看别人脸色其实是次要 关键是在那个大乱的年代是吧 都是讲实力 你张秀现在实力没有了 什么都白说 张秀和刘表的关系啊 以后大家看就再也走不顺了 为什么张秀在第二年会会投降 草草 其实就是在安重之战这一战中 舍了老本 以后和刘表 关系就没法处了 好了 这一回咱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继续讲 请不继续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